沒有錯 現在五二零快到了 所以現在兩岸的關係 台海的情勢 陸陸續都有這些事情發生 你看這裡阿彬哥 坐那一台無人機飛過 搞不好他還跟他打招呼 哈囉哈囉哈囉 無人機有類似遙控飛機 小朋友 這就是帶無人機的畫面 類似小朋友無人飛機 遙控機 也有飛機可以騙東西 傳訊息回來 也有炸炸彈的 我跟你講這個畫質有多好 你說他不是軍用我都不信 現在這個東西 今天飛出這台叫做大將 對 這個飛的人是大將 他說他沒料 飛去看看 看誰做怎麼樣 然後你看這個人回來他幹嘛 搶救他的手機 這個都是 他搶救他的iPhone 然後沒有搶救彈藥 中國的無人機飛來金融 才會倒飛幾袋 對 常常飛 台海也飛一袋 上面也有一個島上 我們的阿彭哥在那裡一直看 對 你記得嗎 有啊 有啊 有一袋 是不是又放進去東西 說我把他打下來 把他打下來 這種東西都不能輕忽 媽英九這袋去 各位要關心的 他這次去了三家公司 唉唷 第一間公司就是大將無人機 對 第二間公司就是比亞迪 哦 第三個叫做騰訊 都是中國的指標企業啊 這都是龍頭產業 而且是深進的三大產業 重點是這三家現在美國盯得很緊 對 要制裁他們 好 大將無人機在台灣啊 我們的軍方跟這個政府 所謂政府機關 要用無人機都不能用大將 對 我現在學校教無人機的課 所有你只要上網找無人機 跑出來全部都大將了 是 因為他的佔有率非常的高 又便宜 對 他佔有率很高 那問題是他的無人機啊 通訊 定位 拍攝的東西 傳輸的速度 背後能夠拍到的東西 這個超乎你的想像 在烏克蘭政經的時候 烏克蘭一開始用很多大將無人機你知道嗎 對 結果每一台飛去 全部被看得一清二次 是 被鎖定你的定位 對 所以這個無人機的所有的定位 傳輸的這個畫面 主要都是一隊 都是中國啊 對 所以為什麼台灣的政府 不准用大將的 叫MineQ第一站就去看大將 對 第二的去看騰訊 騰訊 因為有在他們的就知道QQ也有騰訊 QQ 微信也有騰訊 是 他們金行經 這兩間說 包括台灣藝人要去表演 你沒有簽一個什麼 我又在祖國的文件 你的這個影片啊 你的表演啊 沒有辦法在微信 在騰訊相關的頻道上面播出 所以這個事情 騰訊也是第二的 第三是比亞迪 比亞迪做什麼 比亞迪做電動車跟電動公車 台灣現在有電動公車就是比亞迪了 那台灣前一陣子想要進口電動車 傳出台灣最備受保護的那個玉龍 說他要進口比亞迪 玉龍立刻否認 今天馬英九到那裡對不對 對 中國社科院立刻有一個研究員說 欸 台灣阻擋大將跟比亞迪進入台灣 等一下馬英九去除了政治投降之外 他商業也投降啊 他去當代貨主啊 他可能要當台灣總代理 台灣總代理是不是 他去到那裡喔 剛剛中科院的一個研究員他說 台灣台灣的民眾非常希望進口比亞迪 非常想用大疆的無人機 可是受到政府的台灣政府的阻撓 根據相關的民調 大部分的民眾都想要買比亞迪的汽車 是 我不知道 有嗎 他們做的民調是這樣 我們在錄這個節目的同時 我們有電視台 我們就這個同時喔 有電視台 大概花了三十分鐘 在介紹比亞迪 介紹華為 介紹小米汽車 介紹他們的銷量在全世界 哇 超越了美國 大外宣配大內宣 台灣的民眾在歌頌 中國這些企業 這些企業大師馬英九去的企業 是 中國的這個 中俄社科院的台灣研究所也在歌頌 然後馬英九去到那裡 他今天三個企業參訪完 一定會說 你看中國進步這麼快 因為他今天帶學生去 對 他跟學生講說 中國進步太快了 台灣太慢了 啊 你後兩岸一家親 你們要回祖國發展啊 啊 台灣實在太小了 順便宣揚一下中國的這一個國力 所以你到底是去被利用 還是要去當總代理 馬英九你也跟大家說清楚 是 我想問一下石板先生 剛剛阿川講很清楚 馬英九去到馬英九的目的 馬英九我不談 可是中國在此時此刻一定千方百計 打擊台灣的士氣嘛 你要交接了嘛 你搞台灣嘛 有些事情我們沒辦法控制 比如說馬英九去中國 沒辦法控制他 比如說邱國正兒子的事情 我們沒辦法控制 可是在二膽島的前線 你士官兵的訓練 你總可以控制吧 之前就來過一次嘛 之前中國無人機來的時候 我們這個前線士兵拿石頭鏈的啦 拿水在那邊 不是水柱喔 拿水柔柔在那邊潑水的啦 我們都認了 因為沒有干擾槍 2022年9月2號就說 仿製中國無人機 國軍跳背橄欖橋進入金門馬祖 2022年9月2號就掉喔 對不對 結果呢 中國他根本不是壓力車的 他可能飛過好幾次 知道每一次你都是跑 所以這一次才派 我打死不相信這是一個廈門的博主 對不對 他在講鬼故事 沒錯 這叫鬼故事啊 飛過來 然後看到一堆人 阿兵哥在休息這都OK 外島很無聊 然後有彈藥這都OK 結果看到無人機 第一時間是救他的iPhone 然後把他的彈藥全部留在這邊 你看 彈藥一排 然後人跑得完全不見 也沒看到拿無人機打下來 好 這次出事就算 金融部來說謊 金融部來說沒有啦 因為什麼呢 衛處太陽逆光方位 所以官兵才沒有看到 他當大家不懂 來導播我們帶一下這個 他的影子在哪裡 太陽在這樣照嘛 影子在他頭上嘛 無人機怎麼來 從他面對來吧 無人機飛過來的時候 太陽正幫你幫無人機打光啦 這叫面光啊 什麼叫逆光 你當大家看不懂影子在這邊 所以我想問石板先生 就你分析 中國的手段是不是越來越多了 對 我覺得其實兩岸的說 現在有軍事上的衝突的可能性 我認為現在不大 現在兩岸在打一場很大的公關戰 特別是1月13日 這個賴清德當選之後 中國在用各種各樣方法 在一直對台灣進行各種各樣的公關戰 哦 你說這個是公關戰的一環 這個明顯的公關戰 這個也是公關戰的一環 我們的二膽島不用打 他一個無人機就跑光光 他們基本上說的就是 我覺得中國的公關戰 它有三個主要的這個信息 想告訴全世界 中國人和台灣人 第一呢 是台獨分子是一小撮 民進黨不代表台灣的主流民意 所以說有個馬英九 七十八點二八的人反感 他要通過這個來訴求嘛 所以說馬英九來 可能還有另外的別的大人物來 這樣的話訴求台灣民意是一小撮嘛 而且民進黨這些人 台獨分子是不負責任的 有事就跑 對 這是第一個信息 第二個呢 就是美國不靠譜 美國呢 它是想挑事 想製造台海危機 到時還不會來 這也是它一連串操縱的方便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 台灣的國軍沒有戰鬥力 沒有戰鬥力 沒有抵抗的意志 所以說呢 我有去搶救我的iPhone 我只要手機就到我就可以往後撤 所以他這三個信息 比如說我們先講馬英九 馬英九我覺得他4月11號到10號去 11號去中國這個日程 一個是520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日本的岸田首相4月10號要去美國 跟拜登兩個人談升級日美安保 對 過去日美安保就是防衛日本的一個軍事條約 今後要變成日本 日本 美國 整個保衛亞洲 捍衛亞洲和平的一個條約 要把它升級 對 那主要目的就是台灣海峽嘛 那麼在日美的談判發共同聲明的前幾天 馬英九和習近平見面 說我們兩個勾肩搭配 我們一個好兄弟啊 是 台海沒有危險啊 這樣的話就會被日美安保的無力化嘛 我們都挺好的 你幹嘛還在這裡 你看就是你們想挑事嘛 我覺得他最大的傷害是把日美安保的 這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和對中國國內影響力的削弱 所以馬英九配合的 我明顯的演算 比如說大江無人機 大江無人機去的話呢 大家如果說將來台海發生戰爭 無人機是主要攻擊武器之一嘛 這個多糗 一邊派大江無人機來造我們 一邊派馬英九去看大江無人機 這有多糗啊 帶領猴子去參觀那個殺雞的刀嘛 猴子看殺雞的刀 嚇壞了嘛 猴子嚇壞了 對 這是他這樣嘛 然後又去皇帝領記组嘛 那就是強調中華民族的 同是炎皇子孫的這個 同屬中國的一個概念嘛 然後又到北京去 他見習近平之前應該去參觀 叫抗日戰爭紀念館嘛 對 那很明顯 馬英九去年去中國 就一連串的參觀很多的抗日設施嘛 對 這次日本有媒體 上面都寫是共產黨打的 不是國民軍打的 對啊 這次又回去 就表示要分斷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嘛 是 所以說我覺得 中國一連串的表演 馬英九全力配合 所以他這個消息我覺得 在台灣其實我覺得 比如說我們在日 我們作為台灣的外媒 今年1月13日的選舉之後 馬英九去中國是最大的一條新聞 哦 別的像那個韓國瑜當選立法院 其實在外媒的 哦 我們討論得很新闻 什麼黃國昌爆炸 黃國昌吵架 對美來說都不重要 外媒來說 最重要是這個 馬英九見習近平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說馬英九在非常好的時機 去配合中國 這也是一個大外宣的公關戰 所以我覺得 從這一連串的公關戰 其實我覺得台灣打的並不好 在各方面的 包括這個國防部的表現 海巡署的表現 以及各方面的表現 我覺得在國際社會上 被中國占了先機了 特別是馬英九這個事情之後呢 很可能 因為馬英九去年的選舉 就是今年的選舉 在野黨得了六成的選票 它是代表新民意去的 他一定會這麼說嘛 代表反民進黨的民意去的 對 所以說這樣的話呢 很可能讓國際社會 有一個好像台灣民意 在改變的一個信息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 台灣的政府 應該想一些對策啦 就是如果說馬英九 在配合中國的演出 一連串的時候 台灣應該怎麼做 還有包括台灣的國軍 如果出現這種事 怎麼表現 非常清楚了 他越來越來越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